高雄市左营口庙门口发生一起命案 一名退休女老师被人发现 陈氏在自己的轿车后座 死者全身是血 旁边留有一把沾满血迹的狼头 因为车内非常的凌乱 有人翻过的痕迹 再加上了死者的包包被打开 里面只剩下六个十块钱的铜板 而警方初步研判 死者应该是遭人随机抢劫之后杀害的 命运现场拉起封锁线 死者就是陈氏在自己的轿车后座 被发现时他满身是血 已经没有呼吸心跳 身旁还有一把沾满血迹的狼头 我们研判了致命部位应该是在 应该是在头部 我们目前不排除他杀 满头白发的妇人 就是遭狼头打死的被害人 今年六十岁是退休的高中老师 三号上午十点半 他跟家人说要到左营的哈喽市场买菜 但一直到晚餐时间都迟迟没有回家 手机也联络不上 家属四处寻找 后来丈夫在菜市场旁的停车场 发现妻子叫车 但人已经死亡 而且叫车还被反锁 车内状况很凌乱 死者平常所用的皮包 是被打开的 警方仔细在富人城市的车辆财政 发现车内非常凌乱 疑似被人翻过 除了死者买的芭辣和青菜之外 车上就只剩下六枚十元硬币 不排除是遭人随机抢劫后杀害 车内有一流几个十元硬币 警方调查死者罹患癌症后生活单纯 丈夫也是大学教授 平凡单纯的家庭主妇 只是外出买菜却惹来虾机 到底是谁狠心拿狼头打死人 警方正调阅周边监视器要弃凶 记者梁家文包金仪高雄报道